在巴厘岛仓库的数字游民生活开始啦 我们是旅居世界三年的小丁和小潘 这次我们来到的巴厘岛仓库 目前世界上最热门的数字游民旅居地之一 我们住进了一个带泳池的villa 你们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 我是觉得还可以 因为它很新 然后这边有泳池 那边还有一些草坪 那种梯田式草坪 是可以做瑜伽的 然后刚刚我们也顺便问了一下 这个月的价格是6000人民币左右 还是挺贵的 我觉得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家Coking Space 然后今天上午 我们的主要事情就是先工作一会儿 在这个仓库这边是有很多的数字游民嘛 所以它配套的这种联合办公空间也是非常的多的 下人去吃午饭 好久没吃苦瓜了 这个本地套餐的话 经常它的份量是非常少的 每次我吃都非常不饱 现在已经6点钟了 我们打算下班了 可以看到背后好多人都还在工作 我觉得这边的人工作得超级气愤 而且他们都不讲话都是在忙忙着工作 其实给我的感觉真的就跟上班的感觉是一样 在办公室打卡 只是这个办公室它不是固定的 我可以今天来这里 明天我可以去那里 其实数字游民的生活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那么自在 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其实一整天到晚 他经常都在工作 接上我们的小摩托去看日落了 大家看到这个还想来仓库吗 现在是下午6点20 晚高峰竟然排到这么长 真的两年前的这个时候12月份 我们是在墨西哥的海边过了一个月 每天就去看日落特别开心 我们今天来体验另一家coding space 这家好像是据说创意行业相关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不得不说仓库针对数字游民的办公地点真的好多 而且环境都很棒 你可以在泳池里工作朋友们 甚至有泳池工作位 它是一个一体式的24小时的联合办公空间 然后里面有泳池 有瑜伽馆 这边还有乒乓球桌 然后又加一个咖啡 它的办公区域是24小时 楼上楼下都是 我觉得这个算是共享办公空间的 这叫什么天花板了吧 这次我们只打算短期探索一下仓库 每天工作一会儿去喜欢的餐厅吃吃饭 新认识了一些朋友 很快在仓库的旅程就迎来了最后一天 带大家看看早上八点钟不到的仓库 我们现在要去海边吃早饭 已经很多 就我觉得这边大家都很Chill 就没有人把手机或者电脑拿出来工作 你知道吗不一样的一种氛围 这样的早上才是在海边生活的原因吗 这次我们在仓库总共住了6天 算是初步体验一下仓库的生活 感受到了很强的树球楼民的氛围 因为这边真的远程工作的人特别特别多 除此之外我还很明显感觉到 就这边的健身运动氛围特别强 基本上在我们住的这个Villa 其他房间每个人都是非常壮的那种人 像每个人都是配一大袋的蛋白粉 街上也都是健身房 还有各种什么像太拳 拳击这种训练馆 包括海边就是很多的浪人 所以这边的运动氛围是特别特别强的 这边的价格确实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比较适合那些 你很喜欢健身很喜欢冲浪 然后同时呢你也有份还不错的工作的人来到这边 然后另外还有个感受就是仓库这边 它的party真的非常多 我跟小潘不是那种很喜欢party的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party的人 那你在这边也会找到很多很多的乐趣 但是在仓库这边就是你也要忍受它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交通异常异常的拥挤 以及到处都是过度的建设 然后我们现在要离开来 先去别的地方再探索一下巴厘岛 所以下期见 期待我们在巴厘岛别的地方的生活